大家好,我是Bethanie,溫哥華,房地產經紀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一集是下一集 它是後面的兩個單位,這個4PACS 它分開上面和下面兩層 我們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我們現在看看最後這個單位,4PACS 最後這個單位 它亦有兩層高,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好了,我們進去這個4PACS 裡面 它這裡有一條樓梯可以上去上面那層 我們現在進去主層這裡 它有一個廊隙,這裡有一個Wash and Dryer 有一個Launchy room,它的牌子是Samsung這個牌子 Samsung這個牌子 OK 我們現在來到它後面,其實就是有一個Wash room 這個Bath room 它有Stand-up shower 好過Powder room,起碼可以洗澡 這個Stand-up shower裡面,它的磚都可以上到頂 這個地磚也是挺有特色的,這些地磚 有一個馬桶,有一個洗手盆 這個尺寸是挺骨子的 有點像我這樣去Starbuck的洗手盆 都是好像這些,嬌一點點 洗到手,達到效果的 OK 我們現在進去正層那裡 就是這裡 再看看它的Living Room 這裡就是它的Living Room 這裡有個露台可以出到外面 這裡有些旁邊的窗 令到光線都保持在這裡 可以挺好的 因為這個是L型的Tank 所以它這個設計是挺聰明的 把梳化弄到這邊 然後左右就做兩個Arm chair 就不會阻礙到一些走動流動的空間 亦都可以擺到人 總共已經可以阻礙到五至六個人 在Living Room那裡 不錯 還有一個Coffee Table 接著我們這個Living Room 後面就是Kitchen 我們看看 跟之前的一個單位 那個Pattern是差不多類似的 它有一個光窗 這裡就是有一個Island 它有水龍頭 還有Double Sync在這裡 亦都是跟之前的Pattern 差不多是一個三門的Samsung雪櫃 上面是一個普通冷藏的位置 下面是一個冰革連製冰的 是的 OK 好了 我們再過來這邊 一樣是石英桌面 Soft Closing 的一些櫃桶 上面的收納空間也不錯 盡量它們都做得不錯 這裡有一個五眼的爐頭 Samsung爐頭 中間有一個爐眼 是這個Pan可以煎牛扒的 它是一個Samsung的牌子 好了 我們過來這邊 石英桌面一樣 監控系統 又是Panasonic Panasonic 真的厲害 除了做電池之外 微波露 它真的很厲害 OK 我們過來這邊 它做了一些特色的 一些Shelfing 下面已經做了一些LED的底燈 在這裡 還有一些可以擺走的位置 那些櫃 那這裡就擺到一個 六至八人的餐桌在這裡 它擺這個實色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地上有一個屋子的感覺 有一個玻璃在這裡 這些玻璃有時候 就會令整個感覺好像大一點 有些人如果整個加上玻璃 你就會感覺到整個位置都是屬於你 OK 那我們現在上去上面那層參觀一下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隨時有一個玻璃 令到樓梯會光線好一點 那上面這層呢 就有一個玻璃 有一個高窗的玻璃 那這層呢 其實呢 進去這裡呢 有三間房間可以介紹一下 右邊是一個很大很長的房間 那這裡有一個很大很長的房間 這裡就是一個Master Bedroom來的 好 後面就是一個公用的洗手間 那我們先看看這間房間 那挺有特色的 你看見呢 這間房間是非常之長的 可以擺到兩張Single Bed 可能好像有時候你去到那些酒店呢 兩張Single Bed 那這個酒店 但是呢 這裡呢 就可以兩個小朋友一起睡了 那去到差不多七八歲一起睡都可以 那麼 兩個女孩子或者兩個男孩子可以 OK 那這裡呢 就盡量利用那個Edit位置 令我樓底高很多 那這裡有一個Clorset的位置 是不是 就可以擺到衣服 那如果不是兩張床呢 那這裡呢 放一張King Size床呢 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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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床做一個Workstation 都還可以的 因為這裡呢 床後面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有個窗 有光線入的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去另外一間房 看看吧 那我們轉過來這裡呢 就是另外一間房 那它的Size 都不錯的 是的 那大家看到呢 是一些自然光線 就加上一個高樓底 你的感覺很舒服的 那如果你躺在那裡 其實呢 譬如我假設我躺在那裡 那我看著呢 那個Eye View 就是看著 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的高樓底 那感覺就會很舒泰 很開揚的 那配合這裡有一個天然光線 還有床板後面 也有些天然光窗 那感覺是挺好的 那這個Size 固自然 放到一個King Size床 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呢 三邊落床也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 那兩邊門 你看見了 它又有了 製造了 掛衣 那個空間 都非常之豐富的 那我們現在最後看看 就是那個 其實它有一個Public Wash Room 這個Public Wash Room 就是共用的洗手間 它這裡有一個 星盤 馬桶 也不是黑刺 光窗 有一個Bath Tub 那個浴光 在那裡 那這層 整體它用了 Edit的頂 整個樓底空間 就會高很多 那最後這裡 就是一個Master Bedroom 那我們進去 這個Master Bedroom 看看 其實它就是 會有 自己On Street 有自己的一個 Closet 這個位置 亦都是一個 很光的大窗 在外面 那我拉一拉給大家看 要開了大窗 其實光線很好 那這裡是King Size床 大家感覺到 其實空間很好 床板後面 亦都有光線 進來 那我們現在過去這邊 看看 那這裡 就是一個 主人房的洗手間 哇 這個洗手間 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 是帶得來 挺實用的 不用說 Double Sink 大家都看到的 那這裡 有一個 Stand-up shower 但是這裡 還有一個 梳裝桌的位置 我覺得真的 不錯的 大家看一看 這個angle 它梳裝桌 有鏡 有個櫃桶 那來到這裡 有鏡 有個櫃桶 那這裡 就有一個 馬桶 配合Stand-up shower 也是一個 光槍 不是黑刺 來的 那現在 溫哥華 雖然那些屋 跪了 但是呢 我感覺上很多發展商 開始有些良心 做些東西 就會有些Stand-out 有些特色的 起碼這個 就少見些 又賣過梳裝桌 在洗手間裡面 OK 那這個FORPEX的地址 就是 5878 Thai Street Vancouver 地點是位於 Vancouver East 的Kinari 那地的大小 就是 5882呎 是33乘178 那間屋的面積 就是 1307呎 有兩層高 全新的 有三個房 三個洗手間 有一個停車位 價錢是129萬8千元 至於這個FORPEX 它附近 那個環境 就會有 community center 有餐廳 有shopping 那去到 Joyce Sighting Station 都是很近的 那你看完這條短片 就會更加了解 多些它周邊的配套 我會想知道 在這條短片 這條短片 可以做了一條短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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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条片 就请你按个Like 按Subscribe 按按一个铃铛 那以后有什么新片 你們就會自動收到通知 多謝各位 拜拜